- 大家好, 大家好, 來到我們的股市超部署, 通常我們這次都是收市前的尾段, 收市前的最後一站, 沒錯, 收市前的尾段, 又有Bruce, Sonia, Vanessa, 我在這裡, 跟大家在尾段那裡見一見大家, 開始之前, 我先報到現在的恆指去到哪裡, 現在恆指做到24,633點, 下跌12點, 下跌0.05%, 今天總成交金額是1,294億, Sony, 今天的成交都不錯, 可惜的是下跌市, 今天一開始150多點, 綠色都不夠幾秒, 馬上變紅了, - 你有沒有說, 今天你自己觀察, 最主要是甚麼原因, 令市場突然會倒閉? - 其實今早, 如果看回牆外黑期的話, 都預視會跌70多點左右,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今早開出百多點的跌幅, 其實你現在叫做收窄, 都算是這樣的 - 也不算是很差的, 而且如果你看回今天的情況, 如果頭十大的匯約股份, 都只是只有兩隻跌倒 - 那你說是不是很頑皮呢? 今天的指數呢, 就真的趕緊五號仔 - 即五號仔拖累到令指數跌, 如果撇除匯控跌了3%的話, 其實今天的指數計算下, 應該是升的 - 是啊, 所以你說是不是真的很差的? 我覺得, 未必咯, 今天成交也算是多 - 然後ATMX 都很醒神, 其他汽車那些都不差的 - 似乎我覺得不算是很弱主 - 嗯, 他的匯控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他又不走 - 他又不走 - 他又不去拿走, 他走下去, 滾了下去 - 是啊, 救命啊, 他現在是內地那些, 不是叫美元國債 - 不參與他玩嘛, 真是慘啊, 這些擺明是針對的 - 是啊, 而且你沒辦法了, 你好像你看得到英國的情況, 都不算經濟啊 - 或者你看得到他本身對於未來來說, 行負利率的情況, 機率都比較高 - 那你顯示, 你行負利率的, 經濟一定是差才會這樣走 - 是啊, 所以你其中一隻腳有差, 然後你比中方方面, 亦都是比較尷尬的 - 那他兩邊都, 唉, 麻煩一點啊, 真的 - 算了, 我們不要說這些老派經濟股先 - 是啊, 現在都沒什麼人說, 沒有什麼人問的 - 我們講一些新股, 好不好 - 今天我見我們很多節目, 基本上都圍繞回ADMS的, 或者是恆大 - 這些我們晚一點都會談的, 不過我們現在不如說一下新股方面 - 其實我也有看過一段新聞說, 其實今年至少有65%的新股全部都有賺錢的 - 當然賺得最多是斯莫爾的 - 是啊, 接著第二隻好像是豪光基電的 - 嗯,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這隻就是醫藥股 - 是啊, 先升啊, 我們剛才也說了 - 到底是股價, 會不會是一開始先升就先呢 - 先升, 是啊, 它做醫藥股的 - 基本上, 因為醫藥股一直以來都有很多人拜 -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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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中生制藥啊, 社藥啊, 還有很多 大家对于现在的生物科技 大家都会当作是同一件东西看 现在它的招股程度大概是超级四十多倍 我看到它有医药 我想请教你 其实你觉得你怎么看这东西呢? 因为坊间都拿它和石油比较 是不是都有些看头呢? 如果分析整个医药股 当然我们都要知道它究竟是做什么药 如果看回先升药业 它主要是做一些肿瘤 也有些中枢神经 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让我想想 让我查一下 自身免疫 好像是类似那些 其实它做的药种 跟香港类似大过的石药差不多 这两家公司原本都是做一些仿制药 现在想转型 因为仿制药始终的毛利比较低 他们说不如我成立了这么久 也有资本 那我就去做一些创新药 所以两家公司做的东西 那个方向是差不多 但当然大家都有留意石药 它是做维他命C 如果本身是先升 就没有做相关的一些产品 那集团之前在美国上市 是 就是叫做delete 之后 现在就 其实它有很多背景 他16年又想去内地上 原来又没有不成功 现在就去回香港 这个情况 就是 它其实不是一只新股 那么简单 它是一个老手 老手 所以我们不是说它是生物科 它不是B股 它有赚钱 是 大家记住这点 你说集团呢 如果大家有看今次的招股书 其实有很多的资料可以看到 集资金额 其实它不算很大的 30多亿 30多亿 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 挺好炒的 当然月薪金额就更好炒 但是30多亿都算是不错的 如果它超額 刚才你说 第一天 因为其实它本身就是昨天开始招 星期五 但是昨天都知道台风 它退了一天 是的 就退到去下个星期一 即下个星期一 就是中五 可能早上已经截了 大家要留意时间 上市日期 其实都是同一时间 就退了 那 然后 留意一下 什么呢 如果大家有看招股书 有一件事可能会觉得 不是那么好 就是它中期的盈利 是跌得很紧要的 是的 那它中期就赚了1.8亿 跌了六成 大家可能在想是否因為疫症令到疫症差 同意不是,石藥沒有跌,即是跟石藥相比 其中一個原因是大家記得這兩年左右 其實內地有很多政策 又有些藥,究竟會不會是監控目錄裏 或是美國Evil裏 是否大量採購 其實有很多這些政策,之前有兩票制 有很多這些政策,令整個板塊洗牌 集團正正有一種藥,做一些中書神經的藥 曾經佔成兩成,很多 叫做必存,如果沒有記錯 這種藥原來是在監控目錄裏 意思是在某些地區賣不到出去 如果沒有購入的話 其實它的生意縮了很多 以前這隻藥,我想上年有5億左右 磅一聲,上年上半年有5億 它可以跌到只剩1億 縮成八成這麼多 所以為何中期的營,剛剛還要這麼巧合的 這隻藥,其實毛利很高 所以縮縮令到它今年上半年的純利跌了六成 而集團也有提及,今年的銷售目標 全年的營利,大家都知道一定是跌的 簡單來說,它今年的PE 原來有60倍,是否很貴 是否真的很貴 因為我們說將它和石藥相比 石藥相比 石藥相比二十多、三十倍、二十八倍左右 都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可能阿Busi會說,你講完這麼多 就真的不用抽 好像這麼差 我剛才開場之前也問過Sony 如果是這樣,由上市後退高下來 然後它做的事情又好像預示了暫時那個 政策不太幫助到它 賺不到什麼錢 那有什麼機密的東西會令你 都會再繼續給一些信心呢? 我們就討論過 其實你說過 就是它背後的現在那些 基石投資者 Cornestone 都很厲害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其實它可能有什麼 其實它還沒上市之前 我想說它玩了四輪 它是找了四輪的 未上市之前的Festa 例如大家熟悉的大馬石 是有的 復星、2196 其實它都找了它們的資金 它們都不是傻的 在IPO之前,它都願意投資資金 這次基石投資者 我想大家都認識的 高零、Hillhouse Capital 它都扔了五千萬美金 金額不小 如果對於最近上市的幾隻 例如雲頂 或者是家和 Hillhouse都有賣的 高零都有投資 但是金額不太大 所以你看得到 找到投資者 我們是否錯過一些東西呢 是的 今年的PE很差 剛才都說了 很貴 其中一個本身是盈利貢獻的 必存的藥 是放在監控目錄上 令到它今年做不到生意 但是不要緊 因為剛才都說 它正在轉型 它由仿製藥轉創新藥 最重要的是 創新藥有沒有看頭 其實它那裡有五十種藥 即是五十種藥 它還沒有明確的時間 因為很多都是在臨床前 和臨床一期 但是它有五十種藥 即是IPO的角度 說了 我有五十種藥 在排隊 時間還沒有 但起碼真的有五十種藥 其實是挺嚇人的 因為如果你再看一隻石藥 只有三十多隻 那你就在想 如果它真的成功 之後的增長就很快 我想大家正在購買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看著一隻鮮鮮 我覺得短線來說 看看這一兩天的反應 昨天你也有說 它超額營夠四十多倍 但對於一些近小的公司來說 它也算是這樣的 因為第一天 還有昨天是八號風球 可能你也不想看著 即是你也不想看著 它是分招戶輸 所以看完今天的反應 還有大家有一定的心理準備 是在今年的業績不好 所以有機會 當它上市之後 它其實應該發營警 那到時又可能跌一跌 所以你說 除非那個IPO反應很好 玩短線一兩天 即可能你抽完之後 你就玩一兩天 如果不是你今年買它 可能真的趁它 業績公佈了 有些刑警 那一刻跌下來 你可以再買 那中長線投資 這間公司 我覺得可以 因為剛才都說了 我們看著一些醫藥 除了知道它研發什麼藥之外 就是這個IPO反應很重要 還有我們就會找回 它跟有什麼公司 就是同業 即我們不可以說 將它跟其他生物科技股去比 都不同藥 所以將它跟石藥給我 我覺得是最適合的 然後再加上市值 本身石藥都不差 很多人買藥股的時候 我看到也會提起石藥的 但剛才都說了 原來先星是跑贏的 因為石藥之後的創新藥 大概是三十多款 即它上年的年報 也有三十多款 但先星一下就已經有五十隻 那你就會覺得 如果我是購買之後 你當不要說 因為這些研發 都不是一兩個月的事 是一兩年的事 你放一兩年的話 那它有機會是會是領先 所以我就說 我覺得是你分幾個不同的部署 我玩IPO的看反應 即我玩一兩天的 我看反應 如果倒轉 我要看半年的 我買回石藥 如果我買一年以上的 那我就要看它長線發展 我又買回先星 所以其實是短中長線的 部署是完全不同 如果是這樣 其實以後如果看石藥的時候 都可以多一隻膽 以前是 可能單獨一隻 如果做的事 沒有 一類似的 先星就可能跟它更近 對 可以更加忙 那聽你說完 其實先星的操作 應該要靈活一點 要靈活一點 對 看看今天的反應 對 因為昨天沒有什麼人 會特意去留意 因為我昨天都 如果我平時 可能會上銀行 去訂閱IPO 那 都沒有彈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我昨天想抽 抽不到 是嗎 因為昨天8號分開 8號分開 哦 即我可不可以開名字 都是的 我今天 即我用褲套 我也是今天 睡醒打開 你昨天有沒有看 我有看 我一直看 沒有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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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幾倍 又未必很差 嗯 明白 還有你剛才說 Cornor Stone 有一隻是復升的 之前的 即是上IPO之前 它那些 PIPO的 金融 嗯 我看到它近來 這兩天 都升得幾急 就是它有一個 醫血小板的藥 可以做臨床試驗 嗯 然後我其實 也有深思思想 看看這一隻 因為見它那個 走勢 其實不是很差 而且它都已經回到 五十天線這些位置 那我就在想 其實這些位置 但會不會入得太高呢 嗯 我自己 我自己也未必買 因為我會買回一些 我可能我 怎麼說呢 熟熟一些 我會熟悉一些的公司 即是因為 醫藥呢 其實說真的 真的太多 即是你說香港上市有一堆 然後那些藥 其實我又不是那方面的 我都在想什麼 即是不要說笑 即是熟悉那個版法 可能我才會去看 嗯 我現在可能看的 我都會看石藥 鮮星 如果我看B股 可能我現在看 即是剛剛上市 不久的雲頂 這些 我也是的 我基本上 從來沒有買過任何藥 或者生物科技 因為很全然是 沒有興趣 不了解 但是不是的 其實只要有一宗新聞 彈出來 它的價格 就可以升得很高 我突然想說 其實 復星醫藥 北水持有三成以上 是的 也挺多 反而我又看 反而醫症 我就不是看它做什麼藥 即是說真的 看看有沒有北水能入 反而 因為我在做一些統計 就是北水買什麼公司多 因為其實也有些影響 是的 也挺大 因為之前 例如772那些 有很多 例如玻璃那些 665那些 其實北水之前 是差不多四成 你看到它不斷升 小米那些也是 現在很重要 小米又反而沒有百分之十 之前 它升到26的時候 都是大行 都是不多 都是百分之十 因為小米的市值大 如果北水持有那麼多 我想真的要買很多人 是的 現在大約 小米應該是 8-9% 我印象中 所以既然北水持有那麼多 這一隻 也有一點信心 是嗎 如果真的想試一下 有划算 有划算 但我這一刻 我不會買 因為已經覺得高位 是的 其實我昨天想進入的時候 我也覺得高 誰知道它今天又繼續升上去 我不介意 我會去等 即我會等 如果我真的去買 我想我會 即它會在我的watch list裡面 還有我想我會放33元左右 即我放20天線這些 50天線這些位置 是的 是的 我又未必那麼急著買 其實我經常覺得 很多股民 都是對於醫藥 和生物科技的股票 他們純粹是 知道它是什麼系統 接著它做什麼 賣什麼藥 什麼狐腦裡面賣什麼藥 他們根本就不想理 其實如果你是新股 可以 因為你是新股的 那我就看反應 然後 反而最重要就是 我究竟怎麼買它 是的 你當然有些人就說 即我以人頭去玩好 或者我怎樣訂閱 才穩待一手 其實你這些就要做功課 即我想 有不同的 OK 沒有新股的話 現在不要緊 至少Sony又幫我們了解了一下 先聲奪人 這個先聲藥業 可不可以 多怕先聲奪奪 不會啊 我們現在先聲奪人 是的 OK 大家記住了 它和石藥是類似的東西 不過 它來近一年 可能需要大家觀察多些 嗯 那我們要不要回答一下 問題 好啊 問題已經等了很久 好啊 1044和3331 這隻短期上升比較大 沒有貨的 沒有貨的 好啊好啊 這兩隻 這兩隻哪隻好啊 我會喜歡這隻韋達多些 是的 這隻韋安 這隻韋安 然後就是3331 是的 走勢都更厲害了 哈哈 韋達一 現在它完全百分百屬於哪個 嘩 是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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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令到它高端了 叫做 叫做 就是它那個 它那個 市場是增加了很多 我在內地的超市 看到那些價錢都不是比一批便宜 偉達 質素不差 是啊 你叫它上價的位置都不是 其實你香港買都不算便宜 對 而這幾年在香港它是佔據的 上價的空間又多 行安是否是深商人 沒有記錯 我都不知道 我就知道它還在衛生巾 還是深商人 我不知道是深商人還是深深商人 這是什麼來的? 在說什麼? 偉達它下面正在做的 不是 它那隻是行安 現在是深商人 我知道你說是新的產品 不是 深商人很久 深深? 深商人 深商人 是不是綠綠色的? 不是黃色嗎? 沒關係 總之說了它們的品牌 但你明白 原來不會 深商人是行安的 是啊 行安 行安 對不起 我忍不住笑了 我笑買一份 你不要開玩笑 深商人 嘩 嘩 很難受 深商人 行安 如果買的話 其實還是買維達 因為維達的品牌做得很好 對 而且如果你看回行安的話 它本身比較多 可能做一些 例如衛生巾 成人資料片 其實它佔給很多 但是那些其實 增長已經慢了很多 你看回現在 內地的情況 例如Tissue 那些 都是廁所用 都是廁所用 沒錯 沒錯 好 但如果你看回維達的話 其實它做Tissue 或者紙巾那些 那些 反而疫症的情況 令到它們個人的衛生意識高了的話 其實它的需求是大 當然 我們香港甚至美國都會出現這個 去超級市場 搶廁紙巾 嘩 那次你能買到廁紙嗎 沒有 有一陣子 我真的很害怕 因為到最後 家裡只剩一卷廁紙 是沒有廁紙 真的很害怕去廁所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是啊 因為之前比較尷尬 之前升了很多 最後七、八月 你看到內需股 只是這個板塊下跌 其他都繼續升 原因就是 大家開始覺得 原材料的價格 因為上半年 其實它的紙張價格下跌 他們又能買到 因為缺貨 那些紙張價格又跌 又對它們有利 所以業績就推推推 由四月升到上去 好像這幅圖一樣 但是去到七、八月開始 它的原材料的成本開始昂貴 因為大家都搶了 因為其他地方 其實疫症都比較嚴峻 其實原材料的需求大了 所以那些木章價格 開始麻煩了 成本原材料開始麻煩了 我想說什麼 所以那時候 股價就跌了 怕它的原材料多 但是他們的管理層又出來說 又說 不要緊的 原來我維持了六、七個月 即是維持了六、七個月的庫存 所以 我自己覺得這兩隻來講 就選擇維達 那些毛利也好 或者管理層 其實他們做IR的部分 其實做得比行安好 尤其是一、兩年 然後 Bowon剛才我笑 他說 那時候買的廁紙 用到現在還有一半 他入了很多房子 因為怕是掃不到 整架車都是 那些人是買的 然後Billy就說 很想念Brenko 你可以去旺角找他 他現在在旺角 還有 哎呀 彈了上去 傻人才會信沒有廁紙 其實廁紙對於男人來說 的確是 遇及不大 男人 對這件事 看得很單一 但是 你剛才有沒有想到那些壞事 不是 我不是很明白 不是 意思是廁紙這件事 去方便的時候 男人其實 其實如果廁紙 便宜 當然會選便宜 為什麼呢 因為 好像Billy說的 其實都是廁紙用的 會暈損屁屁 如果現在 大家生活上 其實都 生活越來越好 但質素是有不同的 其實女性用家 對質素要求高的 現在各方面提升了 其實都講過很多不同的品牌 分開了 哪個高點 哪個低點 但不要緊 他們除了做紙巾 也有做很多 一些個人護理產品 剛才有說 女性的衛生巾 或者成能治療片 其實這些都是他們的 未來的產品組合 為什麼再說維達 因為維達 我覺得它的定位 其實是好 因為它自從 有Temple這個品牌 之後 其實整個產品 全部的ASP 都是這樣提升的 即是 它要做個 Branding 現在是高端 以前倒轉 以前大家覺得 恆安的定位 是高端一點 但其實 尤其是 兩三年前 整個定位 兩間公司 是倒轉了 所以 為什麼維達 你見到股價 就是 就是 你剛才都說了 行鞍出來 就滑下去 對 不會有分別 那 我們去到這個衛生巾 讓你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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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消息 嘉賓的分析 你要退的了 你沒理由這樣保持住 當然還會解答你的投資問題 其實自從第二季開始就挺熱的 星期一至五 港股交易日早上9點3 我有指尾和你開始休先看 我們又回來了 Coco已經跟你說了衛生 等一下 剛剛升了 現在有股市 到升了 怎樣 跟大家說股市到升了 很重要 現在4點 好 我想說Coco提理 不要再看現場沽貨 你為什麼上個星期做了下節目 你旁邊那個人突然沽貨 我一直說話他完全不理我 沒有啊 很尷尬 記住不要 你下次可以說你現場沽什麼貨 他有說9988 沽了 接下來就說周大福 一一一諸問周大福1929 他有10個9有貨的 想問什麼位置呢 就指洩 好一點的 其實今天為什麼很多人都問周大福 因為可能說一些金價 都是一個我幾多人說的話題 其實這一部分沒什麼力 沒什麼力 我們可以連著 Jessica的問題一起回答 因為金價是金牌點 金價商品 我可以看一下周大福這個10個9 如果你說周大福 其實他對金... 如果你將他跟金價的幅圖比的話 我想這幾個... 尤其是下半年開始 走勢是完全沒有什麼關係的 對 以前可能你將他放進去的話 都會有些相關 但是其實你現在金價之前 就叫做化癲上去 然後就回回去 都回得很急 你看得到他不是 我想炒的東西 他有兩種 第一個就是說 你炒黃金周 我反而覺得他是炒黃金周 就是他內地也有不少的業務 店鋪在那裡 那些人的消費超過的話 其實是不是有機會 多了人去買呢 我想這件事情 第二就是說 其實你香港疫症 就... 今天叫做零學診 但是不是因為昨天打風 我想是在買這兩樣東西 如果之前你看看 4、5月那些時間 真的... 3、4、5月那些時間 但是他5、6月賠會 真的很低了 那麼就開始有些資金買回去 還有一些大行 其實對他的看法 也不是說這麼淡 因為... 有少許的原因就是說 其實香港或者他內地的 銅店銷售不太差 第二其實他內地佔 他的佔比 已經是越來越高 那所以你香港 那時候的疫症 爆起來 第二第三波那時候 其實他的影響 大家覺得不太大 嗯 如果你說... 但他高位賣 始終10.9月賣 那我覺得... 要看看他多不多貨 如果我是他的話 我這些位可能都... 走了一半先 即是指著... 現在這個位置先指著 最重要我看不到短期 還有什麼趨化劑給他 因為你始終內地 你現在最厲害的黃金周 然後可能接下來就有光棍節 但光棍節不會去買金 買其他東西 所以你說這個月 除了黃金周之外 還有之前9月至10月 內地也有個消費出眾月 嗯...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月 其實要買消費 供消費這個版塊 其實都供得七七八八了 或者會不會是... 可能那些人結婚的... 你唯一的就是... 來近冬天 過年前可能大家會買一陣 是不是呢? 或者可能就是新... 結婚這些... 傳統... 月份 但現在疫情之下 其實這方面的需求 現在估計都被弱 但大陸都有人需要的嘛 那如果這樣說 整體都被弱的 整體我覺得會被弱 而且現在內地 我經常覺得他們 真的看得顏包很緊 消費意欲呢 大家都知道環境 未來的前景其實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很多時候 他們都不會那麼容易 放心去消費 嗯... 而且我想最... 除了這些之外 補充了就是說 集團那個之後 他開分店的異獄 我不管他們有沒有什麼分價那些 那些都是幾單半單的 這些對他們影響很大 而是集團對於... 例如他們平時 可能那些管理層出來 說話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到 就是說 哦... 銅店銷售增長多少 還有他開店的步伐 快不快 其實這些是對於 他的收入才是最大的影響 那其實正常的 他是會... 部分一些 underperform的那些 那些店鋪 其實他關閉的了 尤其是香港和澳門 那他之後都會集中 可能在內地開店 但是現在來說 是不是會很快呢 我覺得他對於一年前 或者半年前的看法 會更加之... 即... 不能說審慎 但起碼不會轉趨 突然樂觀 所以我覺得他未來的盈利增長 又不會說是很大 所以我覺得差不多 如果你真的高位有課 我反而覺得... 嗯... 我會在現階段 可能都會沽一沽 因為我始終想不到 之後有什麼 令到他再上升的動力 在那一刻 嗯... Coco有問 他說 哲心龍現在值不值得暗盤入 但我就想說 比如... 先不要說哲不哲心龍 其實新股暗盤入 都是一個... 看看自己是賭博的位 看看自己是否看得好 那一隻的股票 你怎樣看得好這個角色 對呀... 因為... 其實新股我多數看 比較熱的那幾隻 剛才也看回你說哲心龍的話 其實它... 首先它的業務比較窄一點 因為我看得到 可能是做一些牆壁 天花板的系統業務 在內地 其實都... 需求不是沒有的 但我覺得未必說是 一個很大的市場的情況 第二就是 它原來市場的反應 我覺得是一般 即是它超過訂閱才說 哇... 一天半天就已經有四十多倍 即是先升 但其實它呢 原來這麼多天的招估 十二十三倍 其實不大 你隨時一手... 即是一手... 即是一手中籤率 可能派了貨給你 那你怎樣搞呢 嗯... 所以... 所以... 我又不是很敢... 即是... 我又不是很敢去暗盤去買 嗯... 然後... 然後... 剛才金格說了 Bonnie就說 241 她是上入的 我猜她沒有貨 都是上入的 這些位置 好像現在也有些... 是否高高地 嗯... 我覺得高高地 其實我自己覺得她... 短線來說 其實都還有些趨化劑的 那就是... JD Health 即京東健康 那因為大家都趨京東健康 就... 在今年... 或者甚... 即... Time Day Pro 曾經有人說過 十月底 但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那你當... 是... 今年第四季有機會上的 那多數影子股 會去炒她的 是吧 所以我就覺得... 可以的 還有如果真的看回... 她跟JD 即京東健康那個... 那個叫做... 那個業務 是更加之近的 因為如果你看回... 平安好醫生呢 她反而是做... 即... 其實他們的業務 就是你網上... 問診 以及網上的平台去銷售藥品 其實... 如果真的看回241 以及京東健康呢... 他們兩家公司做... 網上銷售藥品的平台呢 就是做得最好的 平安好醫生 華明好醫生 那她本身醫藥... 即... 在線的... 在線的...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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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的... 徵訊會... 需求差了呢 其實這件事 對於... 241 以及長一點來招股的... 京東健康的影響就不大 因為他們本身主業 就不是做過一部分 只不過... 疫症來到... 真的不可以面對面去看診 那就做過一部分 這是一個更多的 那... 這一部分想買嗎? 如果看回股價的話 我就覺得可以... 因為她都比較波動 而且她升了這麼多日子 即... 她由... 17、18元 上到來這個位置 都升了... 兩成多 那... 不如你回回去先吧 你回回去... 10天線 或者20天線 即20元留下 我就覺得買得會... 舒服些 嗯... 我覺得長遠都OK 你說剛才有說過 其實內地的疫情 是不是真的... 窮制度呢 其實都... 都不是的 其實有一件事 這幾天大家可能沒有留意到的 就是... 你知不知道青島發生什麼 是...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的 不是啊... 都有新聞 都有新聞 但我覺得始終好像不在乎 其實青島是... 差一點點失控的 是啊... 澳門那邊都發生警告 因為沒有發大這樣說 不是啊... 它應該也是封得很厲害 而且... 始終習大大有... 被這個習大大南巡這個消息 害過了這些... 嗯... 又不能有些壞消息 對... 是... 其實疫情呢... 其實隨時都是... 就是... 大家不要放鬆的 隨時都是可以回來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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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剛剛的觀眾說 22... 22...8...2... 是高媒 是... 今天都有些陸陸說 浩賭股 是否任何能夠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 每隻浩賭股的位置 你要入住絕對是很合理的 因為那價格跌落 只不過是你入住之後 你要坐多久了 通常那些人在月頭的時候 查一陣月到的成績公佈 但是 十月的時候你覺得會不會好成績 我覺得都是一般般 但是其實因為 怎麼說呢 其實每月的更加明顯 我們每個星期一或星期日 就已經有週日的數據 即是市場的消息 所以那一刻 如果是好的 我們都升了上去 你會看到為何每個星期一 都不太升 經常出支陰燭 因為真的沒有一個星期特別好 這是麻煩的 其實我覺得 怎麼說呢 因為如果你看看這個版塊 其實大家反而就沒有怎麼說 即是十月黃金周那時候 開頭 怎麼說呢 開頭那時候 那個GGR 就是澳門博彩收益 其實是有改善的 日均有去到兩億多 你說是不是很差呢 只不過大家真的不太收貨 我本身都以為那個消息會藉著來炒 因為大家都記得的話 應該是八月那時候 日均的澳門博彩收益只有七千四百萬左右 上個月開始就去好一點 一億送一點 一億頭 你頭幾天的黃金周 上個星期都有說 跌八成多 其實GGR反而就沒有跌那麼多 但是就真的沒有什麼行動去說它 我手頭上只有匯豐 HSBC有份報告說 它去到兩億多 其實比一些訪澳旅客的數字更好 都叫做好new style 整個版塊是沒有反應的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大家都沒有什麼信心 因為其實訪澳或日均的澳門博彩收益 其實都很反復 未見到說有個很明顯的反彈 所以就 你見到今天有跌下去 但如果你說這個位置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hold 你是有條件去hold貨的話 差不多 整個trading range 其實你以為9至10元 我覺得9元這個位置都ok 如果你看回整個valuations 你跌下去的話 你EV over EBITDA 它會去到個位數字 你美工會去到個位數字的EV over EBITDA 其實我覺得算合理 我不知道這件事 你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內地提醒13屆人大 那方面會盡量一個審議 就是說 接下來會修改賭博犯罪規定 就是它會加大處法的力度 我不知道這個其實是否影響到 它又影響了那些貴賓廳 是的 它主要都是針對貴賓廳 跨境賭博 跨境就是包括你回內地 有時候招攬這些賭下國澳門的時候 其實過程中中招招 懲罰比以前更加大的 那可能現在 豪賭谷都依然在消化這一類的消息 是因為它想知道 究竟那個情況是怎樣 所以現在的氣氛是很差的 但是其實你說 相關這些 即是你出境賭博 會形成這些刑事罪 你影響多的 貴賓客 剛才說了 以及一些高端的中場的需求 這兩個的話 其實又回顧 你對銀魚的影響大 剛才阿Sam Lee問 即是2282 尾高梅 尾高梅 尾高梅本身的中場 其實是 剪比比較多 中場和高端中場 都比較多 我覺得對它的影響 今天借勢回下去 所以我覺得它的影響 就未必說是那麼差 如果你要避開一些 技術又比較高 財務狀況比較高 貴賓客業務比較多 我覺得貴賓客多 你就會數到27和永里 這些就可能要避一避 至於你說財務槓桿比較高 880就最近會比較多 因為始終它有新賭場的開幕 還有這件事 期待一下 反而可能它的資本的壓力有 因為它現在又開不了 但它已經在付錢 我相信河街應該是可以的 沒問題的 哈哈 因為我之前就拿了 就是這樣 接著 345和3908 咦?不同東西 那什麼價位可以先說345 維他奶國際 維他奶國際 是嗎?我沒有看錯 是嗎?我沒有看錯 是345 對 為什麼買維他奶呢? 我也想問一下它 是否看到它升 嗯 它是升 但是我自己有 我自己就 我自己未必會買它 原因就是 之前它在內地業務的增長 這輪其實是縮了 就是這幾個季度開始是縮了 還有就是它的市型率 其實一直都是很貴的 是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短線來說 你香港業務就穩定了 你內地業務一縮的話 其實它的股值可以 就爆升了 即貴那麼多 那我就覺得未必很合理 還有短線來說 它這輪升而已 那你現在的技術形態 我覺得今天都會回下來 是的 嗯 直播率我自己覺得 不太高 那你反而你說 另外那隻 中金 我反而覺得 你可以保持 雖然技術形態 它也是很高的 但是我反而說 一件事就是 它起碼有吹化劑在後面 即 維他奶我想不到 有沒有吹化劑 難道它說 我在內地開廠嗎 即 那現在內地也有煙霧 即我自己這樣想 你反而中金的話 我自己覺得 它之後可能會發營起 這是一個 potential catalyst 因為它今年實在 做了很多間 新股的贊助 是的 這裏對於 IBD那些 業務貢獻的收入 我覺得今年是會多了 還有大家都知道 今年內地 整體的成交金額 之前普遍來說 都是很高 那 這裏對於它來說 是有利 所以如果你說這兩隻 我會選一隻 即中金去看 如果你說 什麼位不買 嗯 它都 都 搞了很久才回來 這個頂 的 我覺得 之前我都有買過 我在上一個頂 大概是19元的時候 走了 嗯 我覺得它 怎麼說呢 我看看你想怎樣玩 如果我要等 嗯 我就等回18元 是 我才買 但是倒轉 如果它突破 上去20元樓上 真的不是假突破 是真突破的話 又是不知摸到哪個頂 所以我覺得 KID 那你就看看你的部署 如果我是打算等的 18元樓下我買 如果倒轉 就是我破頂 然後放紙腰 然後放紙腰 升穿20元 我覺得 彈性一點 可以這樣看看 然後 然後 2007 就問前景怎樣 現價 好嗎 現價好嗎 現價好嗎 今天是裂口低開 對嗎 今天裂口低開 對 是的 我又看不到股價 說到不要緊 是啊 你這個位置買人 那麼多隻 為什麼要買這隻呢 我不知道 因為例如內房 我始終覺得就 嗯 嗯 它好像都 都是被人評為 負債比較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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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咬俱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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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之前經常說三條紅線 然後就是4345 其實它就被取中了某一個 因為如果大家可以重複 其實那三條叫做防線 就是它的 Net Gearing Ratio 對 就是沒有多於100 第二就是它的Dash to Asset 要低於70 第三個是現金對於短債比例少於1,就是最理想 如果看2007,只是差了一條 尤其是Dash-to-Asset是多於70 但G&M Ratio不高,只有60 而現金是健康大於1 現金比短債比短債更多 所以財務狀況是很嚴重的 但我不知道大家對於銷售的銷售 銷售一公佈了9月份的銷售,大約增長兩成多 好不好呢?剛剛中規中矩 其實現在的情況是有點尷尬的 有些公司可能我炒,我的財務狀況差,但我有改善 那就是Catalyst 第二是Spin-Off,你又沒有 第三是增長很快,例如有四成幾、五成的增長,你又只有兩成幾 那它的定位,我覺得整個內房來說,它好像是 別人炒一下它便會炒 但你不會覺得它的股價是特別跑贏的,你能分解嗎? 我們隨便看另一隻的話,迪他好像升那麼多,他又不是的 那會有這個原因 所以如果你說我買,我不急,我只有九個半才買 你可以買,但我覺得你可以九個半或以下才買 差一點而已,那就等一等 今天都九個七號錄收 然後還有HALO CALVIN 今天二四一可不可以上到二三 剛才說完大股的問題是問買不可以 然後一路數數數數 二十三都可以的,機會都大 差不多 差不多,所以機會大 然後說一下汽車股很厲害,二三三三很強 我們剛才開麥克風前跟Sonyia 說過,我們今天都想討論一下 那你是有想說一二一一,不過觀眾在問二三三 還是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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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長跑 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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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來看? 現價已經發抵到他的利好因素 今天已經是破頂了 今天我也都猜到是破頂,很忙 今天破頂啊,很厲害 它早上那一下已經是一成多 它早上的那一下還很高 他開市價13元 其實我猜不到他這麼厲害 我汽車股都有買,但我真的不是買 我買不到他,買不到他 沒辦法,九月銷售這麼厲害 金九銀十整個板塊是升的 九月份的銷售,按月按年都升雙位數字 跑贏了同業,都沒辦法 而且最重要的是,因為伊倫多車展 大家都知道,九月底十月頭溫的時候 一連十日的北京車展 之前浙江那裏都有車展 他展示了很多新的車出來 大家覺得憧憬很大 所以令他的看法有改變 大家都知道,他有一個國民神車 哈佛系列,他的H6都很厲害 我看回內地的新聞才知道 這輛車原來已經連續八十八個月 你數一下八十八個月多少? 是穩奪SUV的月道銷售冠軍 你不看內地網,真的不知道 原來這麼厲害 原來在H6都很厲害 沒有辦法 還有他有一個新能源汽車 在車展上展示了出來 叫做Outline品牌 他的銷售情況和比亞迪不相伯眾 同比可以增長2.5倍 還比都增長4倍 這輛車的價錢也比比亞迪更便宜 他之後將會做一些新能源的汽車 銷售價格低 幾大憧憬都令到他升上去 至於他能否反映到我 我不敢買了 我都覺得反映了很少 我覺得反映了很少 其實他的車還不錯 這個最便宜系列的SUV 其實你十幾萬人就有交易 他十萬 他最新的那個Outline系列 好像是H2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他有很多系列 這個要先看看 剛才我都馬上看看他有什麼車 他旗下的SUV來講 國產SUV他最好 但這個我剛才說的 是新能源汽車 叫Outline品牌 最近就形成了一個叫做黑白CP貓 雖然我也不知道 我只要讀出來 你看看 黑貓就升兩倍 白貓剛剛上市三個月 但都升得很厲害 那就是十萬元 你看見 十萬至十四萬人仔 所以就低一點 因為比亞迪大約一架車 就你月十八萬 十九萬左右 那都差很多 如果對於低位來講 但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差不多的原因 就是他炒炒一下 他的PE真的很貴 現在炒到多少倍 超過二十倍 超過二十倍 今年二十四倍 汽車來說 以前就很少炒到二十幾倍 除非真的說 銷售很好 很厲害 我覺得去到這一刻 如果大家開始 你退後去看 嘩 那個PE 去到這麼高 你升多一成 他去成二十五倍的機率 我覺得很貴 那我就 我又覺得 不太敢買 因為 如果你們看回另外一些 好像東風那樣 你看看那個PE 即是489 嗯 單位數字而已 別人都上A 即是回歸A股 我又覺得 所以 長氣是很厲害 但是 回答你 亦都反映了 我覺得 反映了 很大部分的利好因素 嗯 回回先 回回先買 然後 就有一個 不是問題來的 純粹說一下 就是 妖股 二一一五 他說不搞的 咦 為什麼打不到 二一一五 對嗎 他不是說 什麼 這剛才打到的 三維通訊 我聽過這隻有什麼 但這裏打不到 不是啊 就是新股 剛才我們說的 那隻 噢 那隻 摺心狼 摺心狼 這樣 我沒有留言 哈哈 所以我也沒有留言 大家看著是粗了 我們再看看 立比哥仁答了 對不對 九九八八 什麼位置入 什麼位置入 咦 你沽了嗎 我沽了 我沽了 我264沽了 264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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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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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刻買 最高是298沽了 都是上市高位來的 那 買啊 剛才你現在買不到先 已經收了市了 哈哈 這樣 那就看看明天先咯 今晚的美股會怎樣 我永遠都整個 九八八 因為美股是很厲害 你納資升上很多 是啊 那 那 我 我覺得我會自豪 你問我買 我就不敢買 是的 他也好 我都看見 JD那些又升 然後 今天是700 其實本身 就是昨天ADR 都輸了出來 也是破了頂 嗯 嗯 嗯 我 我會回一些再買 是 就是給我的話 是 但是這些 如果任何聽眾聽到 有這些公司的 我覺得現在都先維持 不要先 不要先 嗯嗯 你至於買的 我也很認同 Bruce說的 你可以低回 低回 低回 因為有些少少裂口 應該大概 這些位 280元 270元 是的 你回到就可以當買一下 嗯 這個應該是5號仔 看看明天會不會有些商務部有些公佈 不可扣 是的 然後還有386 它在3.3.5 有Fog 3.3.5 其實就 呃 比較尷尬 這些公佈 其實 你 有其實 你見到沒有反應 有其實 你低位彈 它又不彈 低位跌 它也都 它的形態 不然 你今天好在 雖然你3.3.5 買 它 除了剩下 所以 你先收回 顏色 嗯 我想 它今年的年底 都是 會有個 不錯的 牌色 所以 你看一下 你 那個 心態是怎樣 如果 如果 我想 購買 末期色 都是不錯的 你可以先保持 因為 周息率其實是高的 預計今年 都繼續是 但是 如果你說 我真的想賺到股價 我覺得 你應該不用想 股價 其實它不會很大升的 如果我不賺股價 想著只是賺息 那你就繼續保持 如果我想賺到股價 或者想著有什麼位置走的話 我覺得去到3.2.5 這些壓力會很大 就是整個 下降軌的頂部 那些位置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我都要看你的步處 是怎樣的 你普普通通想賺息的 你可以繼續 維持 想賺末期息的 你也可以維持到 明年年中 如果你說 我不是 我賺到今次 中期息 我都打算離開 下次再賺3.2.5 樓上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先走 那些貨 然後 雷蛇 問有沒有意見 不過他沒有說自己有沒有入 雷蛇這間公司 怎樣說呢 我們很多新加坡 和馬拉的同事 很喜歡 他們管理層是新加坡人 所以那時候一上 大家都對這隻貨物 很有憧憬 新加坡 當然上完之後 大家都很不開心 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他跌得很厲害 問問我們的售貨員 都不問了 這陣子上升了 都沒有什麼 可能坐在這裏 所以你看到他很多合作 和新加坡合作 因為管理層的關係 這陣子 其實因為公司做了很多 即是 最初市場不是很多聲音 那麼 他開始怎樣令到市場 對他有些信心 做回購 做多些合作 例如他在新加坡和Visa合作 做多一些rollshow 所以開始有些大行社 但是你要相信 例如打機的鍵盤 這些硬件 究竟做不做得 因為他本身的定位 其實是很高 所以他本身 例如你買個Mouse 你買個鍵盤 很貴 即是不便宜的 那麼 嗯 我自己覺得 我這一刻 我就不敢碰 因為始終他業績 我覺得就未必 那麼交到功課 因為他現在都是屬於 蝕錢的階段 嗯 嗯 所以看看你的情況如何 即是集團 其實很努力做很多事 嗯 是的 包括找Partner合作 包括回購 包括做一些rollshow 找一些 即是找一些sell side 去公司 但是 你始終都要有業績的支持 那麼我覺得他今年 都未必說那麼快 交到一個很好的成績表 是的 因為最近有些報告 就顯示其實你手遊遊戲的增長 是說 或者整個市場 是說的是 家庭遊戲機的幾倍 或者電腦遊戲的幾倍 嗯 那你類似是他做的主要的東西 都是電腦的那些遊戲 嗯 其實摘經濟你說 會受為有的 但我覺得 增長最好都是手遊那邊 他有一些東西 就是他 因為現在內地流行的那些直播 直播打機 是的 那他是做這裏的 即是很多他都可以做贊助 去幫忙這面 都是 因為他那些鍵盤 那裏 其實真的 挺OK的 即是挺漂亮的 嗯 那我想 希望這一部分 如果集團 知道這一部分 然後做多些公開 我想那裏 對他的需求好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 你還原一個基本步 就是你業績要交到功課 因為他其實 如果大家有留意他 他業績是虧損的 他這幾年都是 虧損的 現在就虧損得來 虧損收窄 但都有近一億港幣 即是中期的虧損 那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有觀眾問 6998 就是家和生問題 6998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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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30.5元 那走不走 現在沒有了5元 是啊 我知道 因為他IPO好像24元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 都幾關鍵 如果他跌穿24元 他可以再滑下去 因為他的形態上 你看到股價 上了去 上市之後 那個股價走勢 都不是很好 那 現在這一刻 你今天走不了 因為市中收了市 我覺得你可以看明天的走勢 因為剛才都說了 如果他一串IPO的股價 擔心情況會更加差 那你唯有就看明天 其實你說他擺中場線 未必很頑 因為剛才我們探討了一些科技股 醫藥股 就說了 Hillhouse 即高零資本 其實他是一個 很懂得投資 在一些有潛質的公司裏面 所以我會覺得 一間公司這麼懂醫學的東西 他肯買他 他應該是有點優勢的 所以我覺得短線是麻煩的 因為短線一失去IPO 那就很尷尬 如果搜到IPO價 我當然是不走 嗯 因為我怕他一失去IPO上市價 有些人真的IPO上市 那些人會一聲離開 即我寧願平手離開 那你倒轉之後 真的24、25元 我賠賠回回 那些人可能會說是儲貨 那我反而那一刻 如果真的24、25元走來走去 我又不會走 嗯 那麼多人問就是241 因為241剛剛Sonia都說了 其實都可以再配備 可以再說回來 都可以說多次都可以 剛剛都說了 她跟JD的業務最接近 因為JD如果上去的話 JD Health 如果她上去的話 就炒影子概念 但是如果真的計三種去比較 平安好醫生 阿里健康 以及京東健康 京東健康一定是放最高的 原因就是 阿里健康和平安好醫生 都是虧錢的 嗯 反而京東健康 規模 做得大 反而她就賺錢 所以 可以炒影子 但是當她一上去 那些錢 不排除 就會將她們沽下去 就去抽那個JD Health 其實之前都看到有這樣的情況 有一陣子 例如交和 雲頂那陣子 如果大家有留意 那些什麼康基 康芳那些都會跌 我們不排除 那些錢 就由她們沽下去 就買回同類 其實市場的資金 多數都是這樣 走來走去 所以 這一刻 反而OK 但是到時 炒影子 那一刻 小心一些錢 從這裡 就轉去抽一隻京東 京東健康 好 今集時間都很感謝Sonia 今天就多謝Sonia 今天講一講 哲心龍 我現在看虎兔牛牛的暗盤 她的造價是0.36元 現在虎兔牛的價 最高是9.3元 現在正在做9.5元 大家可以看看這些 盤錢激烈大家爭戰的情況 因為很喜歡看暗盤的價 那些價值升得很誇張 大家可以看看 現在恆生指數正在24,667點 倒升17點 總成交今天就1543億 今集就好 多謝Sonia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